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根据国税局的消息 数百万家庭今天将会收到 第三份儿童税收抵免的付款 所有年收入不超过 11万2500美元的户主 或年收入不超过 15万美元的联合申报家庭 每个6岁以下的孩子 都可以自动获得300美元的税收抵免 6岁至17岁的孩子则是250美元 根据该机构的说法 今年8月就已经向 6100万儿童的父母分发了 超过150亿美元的抵税额 但是如果那些符合资格的 低收入家庭记 没有提交2020年或2019年的 纳税申报表 也没有使用报税工具 申请他们的新冠病毒补助金 可能就无法获得付款 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 撰显了一本名为危险的新书中爆料 美军最高将领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马克敏利 曾在川普总统的任期内 两度秘密致电中国军方 并向其保证美国是稳定的 不会对中国发动袭击 如果有袭击发生 也会率先通知中国 报导提到 敏利打电话的这两个时间点 分别是美国大选的四天前 以及国会骚乱的两天后 根据通话记录 今年1月6日的国会骚乱之后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曾在电话中询问米利 有什么措施 可以防止不稳定的总统 发动核战争 还说川普已经疯了 米利则回答说 我在所有的事情上 都同意您的观点 据报道 川普昨天在接受访问时回应说 米利向中国军方承诺提前发出警告 是叛国的行为 没有必要打这样的电话 他还说我从未想过要攻击中国 时代杂志2021年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揭晓 今天公布编辑评选的完整名单 一共分为时代象征 千锋 巨人 艺术家 领袖和革新者等六项类别 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与大谷 翔平都入选了时代象征类 时代象征类别 其他入生者还包括网球好手大阪直美 美国流行乐歌手小田田布兰尼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等人 美国女歌手比利入选了先锋类别 体操天后拜尔斯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 韩国国报级女演员伊汝珍入选时代巨人 艺术家方面 英国女星凯特温斯雷 华人女导演赵婷等入选 前任总统川普 现任总统拜登与副总统贺锦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印度总理莫迪入选了领袖类别 根据洛杉矶警方的消息 上周五凌晨一名23岁名叫Aaron Brown的男子 迟到出现在著名歌手Ariana Grande的家外 据悉他挥舞着小刀要求保安离开 想要见到他的偶像 随后警方赶来讲他制服 他的保时金高达5万美元 Ariana在去年以1370万美元的高价 他收购了这一座位于好莱坞山上的豪宅 事件发生时他本人并不在家中 而那位狂热的粉丝被禁止靠近Ariana 以及他的家人和财产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